第五人格一万个冷知识。 当监管被囚徒的电晕三次后,将化身成为耐电王,再也不会被电了。 就比如你们看现在红蝶就变成耐电王了,囚徒的电晕直接不生效了。 换血刀是什么意思?你们看这波打猫女。 尽管被盖板了,但依然可以打到猫女。 这样的刀很难得,风险也很大,但一旦打出来,收益也是很大的。 地图中的柜子有什么作用?太多了! 但最实用的不是躲猫猫,因为在柜子里面有呼吸声,高端监管很容易听出来。 最实用的是消除隐食瓷级,和与女的湿气。 当你不想给队友抗刀时,你可以直接进柜子消除瓷级,或者你本身是蓝色瓷级,但你还切不了瓷级时,那你可以进柜子消除瓷级,然后再摸电机,就会变成红色瓷级。 这个在实战中非常实用的哦,与女的湿气不用我多说,一般主要适用场景是地下室,湿气太多了,可以考虑进柜子。 如果有学到,记得点赞收藏一下本视频。 如果你玩杂技,能在实战中跳出这样一个球,那你可以发朋友圈去炫耀了,这个跳点是可以跳,但是在实战中想要成功一次啊,需要极高的熟练度,难度也是非常大的。 就这一波跳球啊,又一次啊,断了女巫的节奏啊。 这个杂技的女巫啊,非常有心得,也值得大家去学习啊,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她是如何牵制女巫的吧。 绿女巫一定要看清楚寄生的位置,因为如果被逼的没办法的时候,一定要优先去送寄生信徒刀,而不是本体信徒刀,这点非常重要,一定要牢记啊。 接着有一个细节啊,女巫切换信徒是有冷却CD的,两秒钟才能切换一次啊,可以抓住她的CD来回横跳,骗她切信徒啊。 这里被逼走位了,没有办法,只能送寄生刀了,但是不愧啊,场上机子啊,已经一台半了,此时就是卡狗了,去哪里卡狗? 杂技的话,那肯定去站台啊,站台小王子的称号不是浪德虚名的啊,如何卡狗不用我多说啊,直接看左上角的倒计时啊,每五秒交互一次啊,自然轻松卡掉。 当送了寄生刀,又卡掉一只狗,那这把女巫基本上已经炸了,后面只需要不死遗产机,就可以稳稳拿下了。 OK,本期教学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们想学定人格技术和意识啊,就来看帅老师啊,我是帅老师,一个很细的boy。 宝宝,两人开门站翻盘,你看腻了吗?那还差一台整机,只剩两个人了,这种局还有机会翻盘吗? 前锋才刚刚修到最后一台机啊,杂技半血,牵制邦邦,还有机会翻盘吗? 这把对我来说非常关键啊,因为是保前锋逼牌的,如果输了,牌子可能就不稳了,所以最少要保平啊。 那接下来看看杂技是如何带我飞的吧?太强了呀,这就是Joker带来的安全感嘛。 这个邦邦的雷啊,人的也是非常好,非常有压迫感,但奈何杂技更细节啊。 杂技在我压好密码机之前啊,绝对不能倒地啊,不然妥妥的三抓了。 所以他也是毫无保留,不弹球,不弹飞轮,全部用掉,只为拖出我的最后一台机啊。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密码机压好了,那也是直接开啊。 邦邦太大意了,这边有地窖啊,为什么死抓杂技呢? 前期直接换人,也许还有一点的机会啊。 那现在的话,真的是再劫难逃了哟。 OK啊,结果也是啊,真的做到了极限保皮啊。 最后也是啊,成功保住了B牌,耐踩。 这把比赛太励志了,我前锋一律时间不多,长长机子还剩五台。 但这个哭丑太让我感动了,连救两次啊,尤其是第二次啊。 其他队友都说啊,别救保皮算了,但他依然要来救我。 而且,不仅仅只是救我,还给我死扛刀啊。 遇到这种相信你的队友啊,切莫辜负了他。 现在你们看,我二挂了,长长机子还剩三台,尽管都是有遗产的,但总体来说,机子还是差很多的。 正常来说,哭丑,二救我,吃货,这别管我了,保皮要紧啊。 不然,如果我没有溜起来,他还要被续节奏。 但他是那么的相信我,信任我,给我扛刀。 OK啊,那接下来必须顶住压力啊,切莫辜负他的信任。 我解决FT これで,我们的钱能更贴因,然而是需要的。 这件事应该来的,他 eyes部何不窃口负是什么的? 我感谢一些属于嗒好因不得、广那个压力啊, 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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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吗 他急了 急了 看得出来他急了 必须给我拿下 不能辜负 他对我的信念 兄弟们 对吧 不能辜负那个 嘿 大家给丢了 兄弟们 这种情况还有机会吗 博士只要一直出道 就不会有任何机会的 但是 博士好像大意了 那么奇迹将会出现了 我看有地窖 有地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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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牛白呀 这个夫妇 来 今天教你们一个非常实用的救人技巧 如果你们玩前锋 此时你们看 律师直接倒在月亮河鬼屋里面那把椅子 此时我们如果直接往这个门出去的话 那么 绝对会被这个猫女所拦截 远距离打一刀 也许就救不下来了 那此时我们看一下 在这边外面卡一下这个名 那还以为我们从另外一个门口进去啊 因为那边那个门口一旦进去的话 就会被卡住 对不对 所以我们讲他假装给他一个假视野 然后神则往这边无伤救人啊 学会了没有啊 这个救人季节非常重要 不管你是哪个救人位啊 都很重要啊 学会这个救人之后 那么以后你在鬼屋救人的时候就不怕了 OK 再来看另外一个 我们玩前锋的时候 如果说队友在旁边的话 尽量辅助一下 特别是带狗的监管啊 你们看这把监管是个红夫人啊 此时我们正常来说是可以陪跑了 但是啊 因为才刚开始学机啊 所以精神不太够啊 然后你们看这个红夫人啊 直接当面放狗 那么不要犹豫啊 直接一波球撞过去啊 飞他一个狗 一旦飞了一只狗 兄弟们 这把直接起飞啊 学会了吗 记得关注一下 说点声哟